人生的终结而是人生的重新开始 对不对 家人们 对了答不对 好不好 该哭哭该笑笑知道吗 洗洗澡泡泡脚 舒服一秒四一秒 你走开了你 实在不行 知道吗 就大晚上的时候 自己自己整点红酒 哭一哭笑一笑 又是新的开始 对不对 家人们 好吧 那我就不逗你玩了 哥不是来看你笑话的 我知道 知道 哥是来安慰你的 好吧 只是我这种安慰 只是我这种安慰知道吗 你要接受不了的话 叫家人们安慰你吧 必须 加油加油 下来 拜拜 拜拜 家人们 我让你们看了吧 我跟你们说 以后不要开我跟彭少的玩笑 我们俩就是哥们 你看你们看我们俩说话的语气 应该能看出来 我见他我也不会抱他哭 家人们我现在说啊 你们相信我 虽然这段感情 我是受了挺多伤害的 然后我也确实恋爱脑了 刚才不管是彭少说的 还是直播间里 家人们说的我都承认 我承认 真的 我觉得人就是犯错了就得承认 挨打就得立正 你们说对不对 确实躺到之前挺恋爱脑的 在这段感情里面也付出了很多 但家人们别担心 就是目前为止 从我福建到回来啊 说点正经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 大概我的损失 已经追回了很多了 在这个男人身上 大概现在还有个 我预计可能还有个 可能三十个左右 三十个左右 家人们没关系 这三十个可能能拿回来 说实话的 拿不回来 对于堂上来说 确实没有伤筋动骨 也没啥 咱们就只当扶贫了 行不行 大家想开一点 大概率是能拿回来的 但是说实话的 拿不回来 我也真的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 比较伤害比较大的 还真不是这个米 大家都懂 是他们这个事 办得让我 让我很不舒服 小鸟没有 小鸟那个 就确实它都已经给我卖掉了 那就只当看错人了 这样子 但是我其实是想 我说真的 刚才彭哨我说 他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俩有空见一下 你们信不信 堂上绝对不会去找他哭 相信的扣个一 我绝对不会找他哭 我也不会找他去谈 一句关于我感情的事情 我找彭哨 正人八经 我们俩谈生意 就是我觉得 我这段感情已经失败了 然后我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现在还真不是我堂上该哭的时候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 错了就错了 马上翻篇 我们就开始想着下一步 怎么把自己日子过好 如果说彭哨回来了 我跟他也只会是谈生意 家人们放心 对 我跟他不可能谈感情啊 家人们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跟彭哨 我俩就是 没事打个游戏好哥们 要不然就是谈生意 大家怎么在一起 把事业做得更好 谈感情不可能 我非常希望彭哨跟小丽 他们俩很幸福 小丽有任何事情 我都会帮忙 因为彭哨是我哥们 那小丽义不容辞 有任何困难 只要我在河南 我都会去帮 知道吧 加上没点关注 给他们点点关注 点点赞 不要开我跟彭哨玩笑 不可能 因为彭哨跟 彭哨跟小丽 他们两个是很合适的 你知道吗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 因为小丽是一个 比较弱的女孩子 彭哨是一个 比较有能力的 他们俩这个组合 是非常完美的 你们说我跟彭哨 家人们 我跟彭哨 我俩只能谈生意 我俩只能打游戏 知道吗 我们俩打游戏 是最好的战友 谈生意 可能我们俩都能 给彼此抬一劫的那种 但是我俩谈感情 估计不行 真的家人们 不开这个玩笑 小丽的话 非常需要一个彭哨 这样的 男人 给他挡风遮雨 彭哨 又非常需要一个 小丽这样的温柔 好看 贤惠 懂事的女孩子 给他温柔香 家人们 你们说我说的 对不对 这俩组合很好 所以千万别 你们老开我们玩笑 回来哥们都做不了 知道吗 真的 彭哨现在不来我直播间 我都不敢连他 人家现在有小丽 知道 真的不能这么开玩笑 我们就是好朋友 大家我有困难了 彭哨会帮我 彭哨有困难了 我会去帮他 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把男女之间想的 就全部都是感情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很多家人是觉得 认可彭哨 希望堂堂跟彭哨好 或者认可堂堂 不要不要不要 这种玩笑一开麻烦了 知道吗 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互相扶持 互相帮忙 对 大家都会越来越好 千万别扯感情 知道吗 身边有一些人 就像这种 我们都可能是彼此事业上面的贵人 知道吗 不管是生活 还是事业上 我们都有可能是彼此的贵人 一扯感情 就不那个啥了 所以我跟家人们说 堂堂做生意的时候 脑子还是很好用的 真的 只是遇到大宝了 突然脑子就 就短路了 但是这种我是拎得清的 我绝对不会乱 乱那个什么呢 对 对啊 彭哨他们两个很合适 我现在你们骂我恋爱脑 我就认 我就承认 但是下次不会了 我下次坦恋爱 如果让你们看到我 还是这个状态 你们就来骂我 就记着 2024年的10月3号 堂堂说 我再也不恋爱脑了 下次我再恋爱脑 你们就过来骂我 好不好 你就说 堂堂你还记得10月3号 你说的话吗 好不好 谢谢 小林很用事的 我前段时间太忙了 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出了点问题 大家都知道 本来小丽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我是要跟她连迈的 那个时候 彭哨跟我说了 小丽直播了 她我是 想跟小丽聊一聊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到时候找我给你帮忙 但是我自己家里边一锅粥 我在想 我说这个话 大家估计会说 堂堂你先管好自己吧 我说等等等等 我先不 我先不跟小丽认识了 等有时间的话 当面对吧 当面大家认识一下 不然在网上闹笑话了 她说堂堂你自己家里面 天恋爱脑 小丽带的也恋爱脑 是不是 在小丽的粉丝到了说 小丽你可别跟那个堂堂玩 那堂堂是个恋爱脑 那就尴尬了 那我多没面子 等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再跟人家交朋友 知道吗 现在不行 我们加油 我知道 其实他们感情的事情 我都知道家人们 我什么都知道 我很了解 所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就走在一起吧 对不对 过去的人都过去了 其实家人们 我大宝跟我的事情 不就像 彭少跟他前女友的事情吗 过去就过去了呗 对不对 那现在有更好的女孩子 又缘分到了 就好好珍惜呗 对不对 如果能跟小丽走在一起 没有必要那么去在乎 我是觉得 那你们又要说我恋爱脑 反正是我的话 没有必要那么去在乎 旁人怎么看 是不是前女友的妹妹 或者什么 我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喜不喜欢 反正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恋爱脑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我不会去在意这种东西的人 如果我喜欢 就是前女友的妹妹 又咋的 支持他俩 就行了 反正我会这么做 我相信彭少 嗯 也会的 给他一点时间 应该他也会 等着吃喜糖吧 希望他们两个好 都是很善良的人 对不对 嗯 嗯 我明天 家人们 我明天要去拔牙 家人们没送灯牌的 给唐当亮个灯牌 我明天可能要去拔牙 所以明天可能会 这个脸会更肿 这样子给大家直播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 多聊一会儿 对 我今天挺开心的 嗯 虽然事情 虽然事情发生成这样子的 但是第一 我妈妈刚才来了 你们看到了 我妈妈来了 我妈妈跟我说 嗯 年轻人要多谈恋爱 错了也没关系 对吧 我觉得我妈妈很开明 然后彭少又上来 一顿调侃 然后说的我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 嗯 你们不懂 就是哥们之间 这种互相调侃一下 其实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也就过去了 这样子 所以今天晚上挺开心的 嗯 我肯定要鼓励他 嗯 你们不知道 其实我晚上 我经常跟彭少打游戏 但是最近他都没有打游戏了 你知道吧 最近我也忙 为什么我也忙 因为你们都知道 我家里面的事 彭少忙 可能是小丽吧 啊 或者有时候 我不知道 原来我们两个 经常打游戏 打游戏 我们俩就开语音 不止我们两个 还有其他的 就是人 我们一起 有时候都会聊一聊 生活呀 聊一聊 工作呀 都是互相会 互相会去聊一下 就是比如说 工作上面的事情 家庭上面的事情 嗯 这样子 所以最近的话 我希望马上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吧 嗯 然后也有时间 跟朋友吃吃饭 聊聊天 如果这次 如果这次 我在河南待的时间长的话 我就跟 彭少见一面 如果他回来了 我们就见一面 聊一聊 嗯 聊一聊 工作的事情 为什么呢 家人们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跟你们正儿八经说 我要见彭少聊 工作的事情 因为 因为其实我很少在河南 嗯 你们发现了没 我很少在河南 因为 我的生意 基本上都不在河南 嗯 我妈妈的生意 爸爸的生意 大部分其实都在河南 但是我的话 主要是集中在广东 然后我就想看看 跟彭少这边聊一聊 因为他也是做投资的嘛 如果说我们能 我能有一些投资 然后放在河南的话 这样子我能经常回来 陪一陪妈妈 你们说呢 因为觉得父母年纪大了嘛 然后我妈妈比较喜欢在老家 像我现在的工作 基本上 一个月就回来几天 或者甚至两个月 也就回来几天 所以说我是想 我是正儿八经的 想去跟身边河南这边 做投资的朋友聊聊天 看看能不能 嗯 在河南 也转过来一些东西 然后这样能多陪陪父母 因为什么都没有 在父母身边重要 我是这样觉得 知道吧 嗯 所以我正儿八经的 想去看看 在这边能不能 把自己的事业 做得像在广东一样好 这样子也能陪陪妈妈 妈妈年纪大了 对 找一个河南的男人算了 我跟你们讲一讲 南北方的差异啊 有人说你喜欢南方 还是喜欢北方啊 我说我两边都喜欢 因为我其实喜欢南方人的生意 做生意 我是很喜欢的 福建那边交给哥哥处理了 还剩没有多少米了 二三十个吧 交给哥哥来处理了 我跟大家说 在南方气候好 然后做生意的经商环境也很好 然后但是我喜欢北方 北方的很浓的人情味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北方 北方人就像 彭少这样子的 就是我会有很多北方的姐们 哥们 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的这种感觉 大家把酒言欢 然后大家之间的这种哥们义气 我喜欢北方人 喜欢他们身上的这种豪爽 喜欢北方人的义气感 然后我喜欢南方的环境 喜欢南方人聪明的脑子 就是经商的环境也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南北方都很好 你无法抉择 就今天两边跑嘛 也可能是跑野了 所以我事业上面经历了很多 所以大家都对我做生意是认可的 但是对我谈恋爱是确实 不知道我喜欢点啥 我跟大家说很多次了嘛 现在都不提了 喜欢过 就是喜欢过 没啥说的 我介绍了 还早 现在先不说 不说恋爱的事情 对 能跟朋友一起 大家把事业做大做强 然后再顺便能找一个 就更好了 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是 真的不是给大家开玩笑了 过去了 就过去了 我知道很多人不习惯 以后变成堂堂一个人直播了 你们是不是感觉不热闹呀 不好看是不是 有很多家人可能是图热闹 喜欢两个人坐在一起直播 确实热闹 但是日子嘛 日子就 就确实是这样子 没办法 可能以后呢 是我一个人直播 在家的话就叫上我妈妈 咱们一起聊聊天 捞捞嗑 没关系 我再给你们找个更帅的 说吧 姐姐们 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 告诉我 我也很搞笑的 你们说吧 喜欢搞笑型的 还是喜欢大树型的 还是喜欢狼狗型的 奶狗型的 还是喜欢农村的 还是喜欢城市的 还是喜欢当兵的 还是喜欢从商的 还是喜欢从医的 选 等我好了 我去乡 给你们乡 乡中哪个留下来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 给你们找个什么样的 诚实的 我自己喜欢的 你们喜欢 你们估计你们要都能喜欢 我也不可能不喜欢 我的眼光没有那么奇怪 你们要都说这男的贼好 我说我自己不喜欢 不可能 我有这么 我有这么口味奇特吗 我觉得我的口味应该跟你们差不多 门当后队了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找个医生 你可真棒 你是把家号搬回家了吧 安琪姐姐 你们想 还有好多人想看唐先生 哎呦 咋整的 没男朋友 不行把前男友先拉出来 陪你们唠唠 你们可真逗 笑死了 你们这些人呐 太可爱了 找个片 不看了 让你们看了 怕你们爱上他 长可帅了 真的 不比你们看过的任何一个男的丑 真的 长得可帅了 个儿又高 长得又帅 英文讲的还贼溜 现在不给你们看 看了你们都没完了 我跟你讲 有下次凑一个合适的机会 给你们看一看 确实挺优秀的 挺优秀的 很多人都问我 很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没有走下去 家人们 不是他的错 也不是我的错 真的 真的没有谁 对不起谁 都没有 就是可能某一个点 是我的底线 也是他的底线 两个人就是 没办法 互相妥协了 就这一个点 然后就 卡就分开 没有 然后没有什么原则性的 真的没有 以后给你们看 卖个关子 以后给你们看 缘分没到也是 缘分尽了也算吧 但是 你们看了会觉得 唐唐的眼光也不差 是真的挺好的 能和好吗 不太可能了 我认为啊 我认为不太可能了 真的 家人们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可能的话 早就结婚了嘛 对不对 那肯定是不太可能了 不然中间又不会再 插进来别人呢 对不对 有可能的话 咋还能等今天呢 所以当时有些人 拿唐先生来说事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这个人 我是正很感恩感恨的 如果说确实 我们彼此有 心里有彼此 然后又有可能的话 也不会 也不会等到现在了 嗯 可能就是 没有在合适的时间 遇到吧 嗯 这孩子是大宝龙 我不知道 家人们 嗯 你要是问我 问我要是有小西瓜 是谁的 那我知道 你问我别人的 那个小西瓜 我无法给你准确的答案 我只能说 我认为不是 但是你要让我肯定的说 主要那个 有小西瓜的人 不是我 我确实不敢 跟你打宝票 这个是实话 但是我认为不是 家人们 你们认为是吗 嗯 嗯 嗯 我个人认为不是 真的 但是也只是我个人认为 嗯 我也没有证据说它是 我也没有证据说它不是 嗯 只是我认为 我感觉 不像 嗯 我只能说我感觉不像吧 我也没有深究这个事情了 不重要了 哎 这个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有说是的 也有说不是的 是不是 嗯 不然过几天相亲吧 给你们 看我 家里面河南有什么帅哥 相一个 给你们逗一逗 嗯 家人们我们休息吧 下播吧 小慧他 大宝会看我直播吗 应该不会吧 他不是 我好像给他拉黑的 他那个账号 好像给他拉黑的 应该看到我直播 他有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接 家人们 来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他有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接 然后 打了几十个 我都没有接 因为我觉得确实 没必要说了 这个事情 嗯 还说啥呢 在说很难堪啊 没必要了 过去就 过去吧 下一个会更好的 家人们 首先嘛 我先说 如果有下一个 我应该 我应该不会找一个 这种家庭了 真的 家人们 当时你们也别说什么 堂堂贤贫爱妇 不是的 你们能理解我吗 我可能确实 不会找一个这种家庭 真的 以前我不听嘛 我觉得这个家庭情况 这个不重要 但是如果有下次 可能不会再找这样子的家庭 真的 对 希望你们能理解我 绝对不是什么 贤贫爱妇 没有的 嗯 这个应该是不会 对 最起码这一点 我会 我会好好考虑的 对 不会再胡来了 嗯 因为像我 妈妈跟我说 也对 就是一个人的家庭教育 方方面面 你说它不重要吗 它真的挺重要的 你们说对不对 一个人的家庭教育 真的很重要 你说什么 嗯 什么家 父母 有没有离异 什么这些 我都先不说 这是不重要啊 最重要的就是 父母的教育 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父母的三观呢 这些的 对对 那小风呢 毕竟正儿八经的研究生 家人们 小风怎么说人家 是正儿八经的研究生 对不对 那不一样 嗯 对 家庭教育很重要 嗯 家人们 那我们下播了 没有点关注 没有进群的 我们进进群了 这两天给大家直播 拜拜 晚安了 家人们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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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